口腔内长了恶性肿瘤 溃疡 疼痛 漫长 抗癌路 患者往往身心拘疲 有不良习惯者更是悔不当初 抽烟 咀嚼冰榔 喝酒 有人将其简称为香槟酒 三种都不离身 罹患口腔癌的几率是一般人的123倍 当这三个东西加在一起 就是有致癌因子又有刺激性 它的倍数绝对不是加上去的 是用乘法乘上去的 所以才会高到123倍 今年5月份 卫福部国建署公布 容易发生口腔癌的三种行业 分别是鱼捞业 建筑工程业 以及汽车客运业 以劳工族群居多 一人倒全家倒 甚至比起一般男性 平均寿命77岁 罹患口腔癌的人 平均寿命只有52岁 舌策的牙龈 医师目视或处诊口腔的年末 能够发现癌前病变征兆 不太需要侵入性的检查 甚至在民众半年洗牙一次的时候 就可以请医师看了 可是当你有发现 不会好的伤口 可能超过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 就需要注意 口腔癌初期不痛不痒 定期检查短短两分钟 有助于及早发现病灶 千金难买早知道 还沉迷于香烟 槟榔和酒精的人 真的要三思 当然新闻国内 欧阳光辉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